夏天就来了部落靠近山区蛇类出没频繁 人生安全显得很重要 轮天派出所的副所长 见状感触很深 因此原警亚诺伊斯巴利达夫利用轮休控档 向村民商界工具和副所长两个人到长辈的住家来进行更换 让老人家家中不会再有阴暗危险的角落 夏天就要来了部落靠近山区蛇类将频繁出没 人生安全显得非常重要 轮天派出所王副所长见状感触非常深 所以警员雅诺轮休控档向村民商界工具 王副所长两人亲自到长者住处进行更换 让长者家中不再有阴暗危险的角落 本局长说 协助改善长者家中的照明设备 采用的是节能灯具以及点灭装置 不仅可以让住户减轻电费支出 夜间如此更不用在黑暗当中找寻电灯开关 让长者家中不再有阴暗危险的角落 小小之举却能够让长者大大的受用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采访报道